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掩齐西谷 就是古代一名大将想出来的战术哦 在三国时期 各个国家之间常常发生战争 有一回 魏国的曹操亲自率领大军 气势汹汹地向蜀国发起进攻 准备长期作战 当时蜀军的粮草不够充足 将军赵云和黄忠心里不免紧张起来 情急之下 黄忠眼珠子一转 他对赵云说 要不我们把卫军的粮草截过来 两人一开即合 经过一番讨论 他们决定 由黄忠出马 趁夜打劫卫军的粮仓 而赵云则在军寨里等候消息 出发前两人约定 如果天亮后 黄忠还没回来 那就是遇到了危险 赵云要马上前去接应 黄忠成功截到了粮草 但是 他在回来的路上 却被一队卫军缠上了 耽误了回营的时间 赵云觉得不对劲 立刻带兵来支援 最后 两人一起把卫军打了个落花流水 当曹操得知粮草被劫 生气极了 他二话不说 带上兵马直扑鼠营 这时候啊 赵云和黄忠已经回到了军寨 士兵们看到卫军追了过来 连忙关上寨门 赵云看着浩浩荡荡的卫军 忽然系上心头 连忙说道 不必关门 行管把寨门打开 接着 赵云又吩咐士兵 把寨里所有的军旗都收起 让战鼠也停下 还安排了一些弓箭手 埋伏起来 黄忠非常疑惑 问道 难道你要放卫军进来 赵云自信地笑了笑 说 放心 曹操生性多疑 他不会进来的 这时 整个军寨变得静悄悄的 如果从外面看 寨里就像没人一样 然后 赵云独自一人走到了寨门外 果然啊 曹操看到只有赵云一个人来迎战 他心里一下子警惕起来 属军军寨怎么可能没人 这里一定有诈 哼 我才不会上当 于是 他便下令撤兵 可是 卫军刚调转马头 身后的军寨里忽然鼓声震天 只听赵云一声令下 弓箭手齐刷刷地冒了出来 顿时 成千上万的利箭 咻咻咻地朝卫军飞去 卫军一下子来不及反应 场面乱作一团 他们被打得狼狈不堪 落荒而逃 就这样 赵云和黄忠利用掩齐息鼓的计谋 然后 成功劫来了卫军的粮草 还打了一场胜仗呢 哈哈 这就是成语掩齐息鼓的故事了 接下来 就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这个成语吧 掩 是放倒的意思 而这个息啊 则是停止的意思 掩齐息鼓 就是放倒军旗 停止雷鼓 原本指的是秘密行军 不暴露目标 现在呀 人们经常用这个成语来比喻停止战争 或者停止活动 除了掩齐息鼓呀 表示战术的成语还有很多哦 例如三十六记中的调虎离山 金蝉脱鞘等等 啊 好啦 今天的成语故事结束咯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